身處分岸之事 新陳健康之道 大家好 歡迎來到健康一家醫房醫生心靈 我是舅舅 說到夏天一到啊 其實有一個黃小姐 每天下班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冷氣打開 是不是很多人都跟她一樣 而且一路吹到隔天早上 進公司之後呢 也都待在冷氣房 除非必要 絕對不會在室外待超過15分鐘 那差不多兩週之後呢 她發現只要開始吹冷氣就會頭痛 而且包括咳嗽啊 眼睛啊鼻子也經常的過敏 結果到醫院去檢查之後 發現自己得了冷氣病 冷氣病到底會有哪些症狀 風吹到身體的不同部位 竟然會有不同的症狀 要怎麼樣來對症治療 愛吹冷氣吹冷風的朋友 一定要收看這一集 還是提醒還沒訂閱頻道的朋友 趕快先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在乾淨世界中申請個帳號 關注健康一加一 好的 今天的直播 歡迎觀眾朋友加入 您可以在留言區留言跟我們互動 首先介紹今天的嘉賓 是祖傳中醫師蘇榮醫師 大家又稱他為榮大夫 哈囉榮大夫 你好 舅舅你好 觀眾朋友你們好 榮大夫我們說到這個夏天 真的超級炎熱 現在已經開始紐約天氣非常熱 那不能不開冷氣 很多人從外面衝進來 結果就站在冷風口一直吹一直吹 但是很多人反而待在冷氣房裡也生病了 所以我想請教榮大夫 從室外衝進來 站在冷風口一直吹 跟一直在室內 到底哪一個對健康的殺傷力比較大呢 就是從外面非常炎熱的地方流著大汗 跑到這個冷空氣下面直吹 這種情形就是很容易就說傷風 那個發病是非常快的 可能當時你就覺得就是身體 就是有鼻色呀流鼻涕呀或者是頭痛 甚至於你在半夜睡覺的時候 可能突然覺得自己怎麼不舒服了發燒了呀 第二天早上起來面癱了呀 就可能出現這樣的一個情形 它很快就病症就反應出來了 如果第二天你的病症還沒有反應出來了 基本上在之後它就不會再煩了 因為你當時可能就已經看過去了 說明你身體還算可以 或者說你傷害的不是太深 但是如果你是整天的在這個冷氣房裡面呢 這樣呆著的話 它就是這個冷氣啊 還加上濕氣 它是慢慢的往身體裡面滲的 它就滲得比較深 這個發病呢就會比較緩慢 但是比較深入和持久 因為它慢慢的把你的陽氣傷了呀 你寒氣呀濕氣都避在身體裡面了 這樣呢出現這個眼睛乾澀呀 或者是鼻子敏感啊 或者哮喘發作呀 失疹啊皮膚搔癢啊 還有周身疼痛關節疼痛等等 但是慢慢慢慢的發展的 如果你持續這樣下去 這個病呢就會越來越深入 很多人就可能跟我有一樣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不能冷氣直接吹身體 那萬一我們說冷氣直接吹身體 會出現哪些問題呢 對為什麼不能直接吹身體啊 就是為什麼這麼直接吹身體 會導致疾病呢 就是有兩個原因 一個呢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吹這個冷氣呢 是因為我們很熱對不對 或甚至我們就是大汗淋漓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的毛孔全部都是開放的 因為我們身體有一個自動調節體溫的機制 它就把毛孔打開 然後你的熱氣往外冒 你的汗水帶動熱氣往外出 這樣呢你的身體內部它就不會太熱 它可以保持一個恆定的溫度 那你這個時候呢 你對著這個冷風一吹 毛孔馬上就會關閉 那身體裡面呢那種熱氣就散不出來了 它就會悶在身體裡面 然後呢你還有濕氣啊那種汗水啊 那沒有完全透出來 它就在肌肉在皮下 就會慢慢的就是身體會濕氣很困重 那慢慢的就會引發一些濕氣啊 或者是有寒氣透進去 濕加寒或者是熱氣悶在裡面濕加熱 這種一些很多的不同的病症 尤其是身體那個很困重的這個病症 冷風吹你自己的時候還有一種情形 就是說無論是任何季節那個冷風對著你身體吹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身體的表面呢是有一層這個陽氣啊 在保護我們身體的 你說為什麼我們有的人就是說 稍微受一點感冒或者是有一點那個髒的東西啊 污染它馬上就得病啊有的人他就不得病了 就是因為我們身體啊健康的人 他身體的表面呢就是有一層陽氣啊陰陽的陽啊陽氣 那這個陽氣它還有一個特定的名字叫胃氣 胃就是保衛的胃 它是保衛我們身體的 你看外面有很多的東西啊 什麼寒啊濕啊你現在發現的什麼病毒啊細菌 它都可能往身體裡面湧 那這一層就是這個胃氣 它就可以保護我們 但是這個胃氣它是屬陽的 它是陽性的 那這個冷氣的它是陰的嘛 這個陰氣它就可以破壞這個陽氣 它就傷害了我們表面的這個胃氣 那胃氣一被破壞的話 那我們身體當然就是很容易就是感染疾病 比如說我們有的人 他就喜歡對著頭面來吹風的 因為頭面是最怕熱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頭面呢是豬陽之灰 就是說那個我們身體有很多的經絡 這是一個能量系統啊 這個經絡呢分成有陰晶和陽晶 這個所有的這個陽性的經絡啊 它都是帶著陽氣就是比較有熱力的 那這個經絡呢它全部都會上到我們的頭面 所以我們的頭面呢它陽氣比較旺盛 它就不太怕冷但是它比較怕熱 你看你說我們就說冬天的時候 我們穿很厚的衣服 我們要不要把臉蓋住呢 甚至我們頭也不用蓋住的對不對 那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們蓋著被子 可是我們不用蓋臉不用蓋頭 就是因為我們的頭面陽氣很旺盛 那當然就是很怕熱了 那所以有的人它就對著這個臉啊 對著頭來吹 它覺得就很降溫 降溫降的比較快 那這樣就傷我們頭面部的陽氣 那就會頭痛啊 鼻色啊 流涕啊 打噴涕啊 甚至於面灘啊等等 有的人呢 它就喜歡對著背來吹 因為這個背部也是陽晶經過的地方 尤其是背部的中間呢 有一條經絡叫都脈 它為什麼叫都脈 都就是總督的都 都就是管理啊 它管理誰啊 它管理全身的陽晶 它就是陽晶的一個總督 這個都脈它就在背部的中間 而它兩邊呢 就是各有兩條這個太陽晶 太陽晶脈也是陽晶 所以它這個陽晶非常的旺盛 所以就怕熱嘛 就會容易大汗淋漓 但是你對著它吹 你就正好把你的陽晶給裂了嘛 那你當然容易得病 那有的人就後腦勺會疼痛啊 有的人就是這個頸子會僵硬啊 或者是一大早起來就落枕啊 那個脖子就不會動來啊 或者它的肩就變僵硬了啊 甚至於咳嗽啊 還有的人就是說 它的下部受量呢 會腰啊疼痛 那有的甚至於肚子會疼痛 拉肚子啊會痛筋啊等等 它會出現這樣的一些情況 還有手腳會怕冷啊 會反復的感冒 那再呢就是說 有的人是 它就到處吹嘛 那些關節的地方 這些關節的地方 其實都是很弱的 你看關節它沒有很多的 這個組織來覆蓋它的 它就是一層皮啊 很薄的這個皮肉和脂肪 那裡面都是這個肌腱帶啊 那裡面的就是骨頭啊 還有一些關節的滑葉啊 這些東西 它就是你這些關節的它的運動呢 是需要靠你的這個肌肉啊 肌腱帶來去讓它去活動自如的 但是你這樣去冷的去吹它呢 因為冷呢寒呢它就會凝至嘛 就造成這個氣血的運行不畅 那這些肌肉韌帶啊 它就失去了乳氧 它就活動不力了 這樣的話它經絡的這個氣血不通呢 就會造成一個疼痛 久而久之啊 慢慢的這個關節炎 就造成了一個長久的一個關節炎的一個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睡眠的時候 睡眠的時候有的人是喜歡整夜的吹風啊 那個空調開得很低的啊 這樣很容易得病 其實睡眠的時候我們身體是比較弱的 因為我剛才講我們身體裡頭就是有一層這個陽氣 覆蓋在我們身體的表面 而這個到了晚上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陽氣呢 它會到身體裡面去 它不是固定不變的 它是回著白天黑夜它會運行的啊 那個陽氣它到身體裡面以後 它就轉化成陰氣 陰陽它是相互轉化的 那麼我們相對來說 這個體表的陽氣就會很弱 而且你毛孔也會開放啊 這個時候你吹著風 那個風就往你的毛孔灌了 就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就很容易就是導致身體的這個陽氣不足啊 感冒啊 全身疼痛等等 那還有呢就是說有一些腦的疾病啊 以前你有這個風濕啊 有一些胃寒的疾病 到了這個空氣比較潮濕的時候 或者是天冷的時候你就會發作 到天熱乾燥的時候呢 還好一些 但是你現在呢人味的造成了一個 一個寒濕的一個氣候啊 所以你這個病呢到這個時候 到夏天它也開始發了啊 就比如說有的人是冬季的寒冷型的哮喘 到夏天它都發作了 如果你夏天都發作的話 那到冬天又會加重 還有的人是就是過敏啊 過敏性鼻炎 你這個這個寒氣冷氣吹 它就加重 而這樣的話 就可能常年都是有這個情況 還有濕疹啊等等這些 所以呢就是說 它很容易導致一些旧病復發 甚至於加重的情況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個吹冷風 吹冷氣它會造成身體這麼多的一些問題 那其實到了夏天吹冷氣對身體的壞處 有沒有從中醫養生的角度 或者是說古代有沒有這方面的文獻記載 可不可以請容大夫來跟我們分享呢 古代其實這方面的文獻是非常多的啊 其中有一個是醫學的聖經 你可以這樣去稱呼它 它就叫皇帝內經 因為醫學中醫學呢 後來發展了很多的門派 那這所有的門派 它都是以這個皇帝內經為宗主 遵循它的這個原則 它的框架 那我們看皇帝內經它怎麼說的啊 在皇帝內經素問封論裡面呢 它說封者百病之長也 至其變化來生他病也 就說這個封啊 它是百病之長 那個長是什麼概念呢 這個王斌它是注視這個素問的人 他說這個長呢就是先的意思啊 就是先百病而有 就是所有的病你還沒有的時候呢 這個封它就先進到了你的身體 然後就帶動作所有的病都跟著就來了 而且呢它又變化來生它變 因為這個封呢它是扇形而所變 就是它是不斷的會變化的 封絕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 絕不會是靜止的 否則它就不是封 所以封到了身體裡面去之後 它就會有根據人的這個體質 根據這個季節 根據一天中的變化等等 它也隨時發生種種的變化 而造成各種各樣的疾病 那作為這個夏季的養生來說呢 皇帝內經素問四季條神大論裡面 他說夏三月啊 夏三月就是夏季的這個三個月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像五月六月七月 大概是這個時候 此位繁秀 繁秀就是所有的植物啊都非常的繁茂啊 這個花開始盛開啊 開始結果的一個時期 天地氣交的時候 就說天氣和地氣相互交和 那麼我們身體裡的陰陽之氣呢 也在就是交和發生著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 那麼萬物花始 花就是一個多音字啊 就是開花的意思 時是結果 就是都在開花結果很繁忙啊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身體其實也處在這樣一個狀態之中 那麼我們要夜臥早起 就是要像太陽一樣的 太陽到了夏天的時候呢 欸他身體的很早 那我們要起床要早一些 那他落下來的晚一些 我們睡覺呢也適當的晚一些 但是我們晚不會晚過十一點啊 因為九點到十一點 差不多你就是在熟睡的時候了 在古人來說啊 你要無厭於日 就是你不要討厭太陽啊 然後使智無露 智呢就是你的情智你的情緒 你不要發露 為什麼不要發露 尤其在夏天的時候 因為露是傷肝的 就會傷你的肝 而肝是藏血的 因為我們夏天流很多汗 血汗通源啊 那所以說我們的氣血呢 就消耗的比較多 那個時候 氣血處在虛弱的時候 你還傷你的肝 那肝就更不能藏血 所以身體呢就出現問題 我們要使氣得泄 什麼氣 我們這種汗液啊 這種讓它要順利的 熱氣順利讓它能夠排泄 所以你就不能冷氣吧 冷氣你就封住了對不對 當然你不能過熱 過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就是不能走極端 然後呢他說 若所愛在外 那就是說你喜歡的東西都在外面 你心愛的東西啊 你就像小孩子啊 你在家裡是關不住他的 他夏天再熱他就想出去玩 他瘋的玩 那當然不是極端的50度的天氣啊 所以呢你就說盡量的 要在外面去享受陽光 這是什麼呢 是夏氣之印 養長之道也 就是我們對應的是夏天的天氣 跟夏天的這個天氣是相和諧的 這是養長之道 這是養長氣的這個養生法則 我們說春生夏漲 夏天的氣是漲氣 春天的氣是生氣 然後秋天的氣呢是收氣 冬天的氣是長氣啊 就要春生夏漲秋收冬長 但是呢一年之際再於春 你首先要春天要養好 你才會有夏天嘛 所以呢我們就拿春天的養生 來代表了我們一年四季一生的養生 是這樣的 但是具體到夏天養的時候呢 真正你要養這個長氣 這就是在養長氣 你說我不這樣會怎麼樣呢 他說 立之則傷心 你反其道而行之的就會傷你的心 心呢它是煮血脈的 結果你的血脈會受損傷 因為血呢它在五行裡面呢 它也是熟火的 夏天也是熟火的 因為你夏天沒有養好 所以跟夏天對應的東西都會出問題 所以你的心啊你的氣血都會出問題 那接下來呢到秋天 秋啊秋為接略 接略是什麼呀 就是那種霧寒發熱 先是冷得不得了啊打擺子 然後一下子發熱 而且它是有規律的霧寒發熱 比如有的人 就是說每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發冷 然後再發熱 有的人是隔一天啊 這麼發作一次 有的是隔兩天發作一次 這種都是屬於略啊 一種略的病 那你奉收則少 我們說秋天就是養收氣嘛 你夏天要養好了 你就可以奉獻給很多 給予秋天 你秋天就會很好啊 可是你現在沒有養好 所以你奉收則少啊 那接下來呢 冬至重病 冬天就會得重病 所以說我們夏天一定要養好我們的漲氣 可見其實夏天真的是養生的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那當然尤其是這個跟吹冷風 還是有很直接的連帶關係 我們知道傳統醫學很多方法可以幫助養生 甚至還可以去病 有沒有能夠來緩解我們這種冷氣病 或者造成它這種身體不適的這種症狀的方法呢 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我就是教你們幾種 就是比較方便使用的方法 一個就是生薑 這個生薑是非常的好用的 而且我們每家基本上都會有生薑的 就是那個生薑呢 你是跟他說這個將心而不昏 就是它有心味 心味意味著什麼呀 就是有點臘呀 這個臘的東西它就有個發散的作用 就可以發汗了 我們很多人的汗沒有正常的流出來嘛 就會得病啊 它可以給你發散 然後呢 它可以去邪 闢惡 它就是可以把那邪氣啊 惡氣啊 都給你把它清除掉 就像病毒啊 細菌啊 濕氣寒氣啊 你知道在那個 我們這個古代啊 就是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就是神龍嘛 你知道神龍藏百草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知道吧 它呢就是有一個傳說 說它當時去採那個 就是去藏百草的時候呢 它藏了一個蘑菇 這個蘑菇是個毒蘑菇 但是它一吃呢 它就昏死過去了 然後過了一會兒 它就慢慢的有一種香味吹過來 它就醒了 它醒了之後 它覺得這個植物的 這個香味是從這個植物傳來的 這個植物一定是非常好的 救了它的命嘛 它就把這個植物的根給挖出來 挖出來之後呢 嘗了一下啊 有點甜有點辣 然後吃了之後呢 它馬上就肚子不舒服就拉掉了 拉掉之後 把那個毒的蘑菇呢 也可以拉掉了 拉掉之後呢 它馬上神清聚爽 就好過來了 這樣呢 它就給它取了一個名字 生就是給了它一個 一個再生的一個機會啊 然後呢 因為這個神龍它是姓漿的 所以它把它的漿呢 也賜給了這個植物 所以這個植物呢 它叫生漿 它是可以驅毒的 所以呢 這個吃起來呢 也非常的方便啊 它說可以生蛋熟食 就是生的吃熟的吃都可以 然後可以跟醋一起吃啊 跟醬啊泡著吃啊 做佐料 或者是用鹽來醃製 或者是用蜜來煎啊 來調和都是可以的 就是你一大早到山裡面去 你知道過去那個山裡面啊 就是濃陰密布啊 就是那個氣候就是有點冷了 而且濕氣很重 其實這個環境呢 就跟我們現在的空調房 就是很捷徑的 那這種情況是很容易得病的啊 就是這就是古代的那種冷氣病了 那這種情況怎麼樣呢 你來預防這種冷氣病呢 它就說你可以一含一塊 就是含一塊生姜在嘴巴裡就咀嚼嘛 這樣你就可以不犯勿怒親濕之氣 及山暖不振之氣 那就是山裡面那種濕氣寒氣 夾雜著可能有細菌病毒之類的東西 它就不容易感染 因為你的這個陽氣比較旺盛 可以抵禦它 那我們呢也可以就是說 給它來泡水喝呀 就說你我們夏天是主張你喝點開水 開水裡面呢你放兩片生姜 就是這樣一杯 就說渴了就喝 一天可以喝兩次 這樣呢就是可以有一個 就是說濕氣啊寒氣的一個作用可以保養 但是如果你要是咽嚎疼痛的話 那你就不要喝 因為你那個情況是不一樣的啊 像這個古代的有一個 著名的一個旅行家啊 他叫這個徐霞克 他也是常年旅遊的時候 他是帶著這個生姜的 行囊裡永遠都有生姜 而且他每天都會吃一點點 早上吃一點點 如果他有這個感冒啊 流鼻涕啊發燒的話 他就會煮一碗生姜水 然後蓋上杯子發汗 就這樣他保證他能夠那個旅行 過去旅行的條件是非常艱苦的 那可能是一個大熱天 突然下大雨啊淋濕了 又冷的不行 所以他這種狀況 他就是靠這個生姜來保護他 還有一個呢就是說這個蔥白湯 這個蔥白啊它也是非常普遍的 我們家裡基本上都是有這個東西的 對吧 那這個呢 那個李時真理他就說啊 他說這個張元素呢 也是古代的一個很有名的一個遺價 他就講了這個蔥 這個蔥白啊 蔥白就是那個大蔥小蔥其實都可以的啊 但是我們這個它是蔥進白專主發散 就是你要用白的那一節 那個綠的那一節就不是這個功效了啊 然後呢它可以通這個上下的氧氣 它可以溝通啊 這樣的就是說在那個活人書裡面 他說他就可以指傷寒頭痛如破 就是那個你我們吹了這個冷風啊 也是有時候會頭痛的像要爆炸一樣的 這個時候呢你就用這個蔥白 就是說用延續蔥白哦 就是說它的根你都要留著的啊 但是你如果在超市買的沒有根 那就那也沒有辦法 也還是可以了 那個禁也是行的啊 我們就用它來就是煮水喝 這個呢我們不要煮太長時間啊 就是煮一、兩分鐘就可以了 用四根蔥白啊 然後呢加500毫升的水 煮兩分鐘就帶茶飲 帶茶飲的感覺就是我口渴就喝 口渴就喝啊 就這樣一天把它喝掉 這樣我們像那個帕冷啊 就是汗流不出來啊 或者是流鼻涕啊打噴涕啊 或者是身體疼痛啊 這個脖子僵硬啊 這些都是可以用它的 那還有呢就是我們 就是說我們這些東西都沒有我們出門外 我們怎麼辦 那我們也可以就是說 做一點小小的穴位按摩 那個有三個穴位非常的簡單 一個呢就是核骨穴 核骨穴就在我們手上嘛 就在我們的手上啊 我們就可以去按壓它啊 那還有呢就是我們有一個取直穴 取直穴就在我們的這個手腕 手腕這裡啊 手腕這個豐厚的地方 這個我們也是可以按摩 還有第一個就是風直穴 風直穴啊 就像那個頭風啊進去啊 頭痛啊 脖子僵啊硬啊啊 就都是可以按 這三個穴位呢 它都是可以同時都可以按的 每個穴位按兩分鐘啊 要有痠痠痠痠的感覺 這樣的話 離天也可以按幾次 這樣就可以 就是說可以疏風啊 可以驅寒啊 這樣就可以身體恢復 還有呢就是我們還可以刮沙 刮沙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這個刮沙其實不是所有的病 很多人就是亂刮 但是呢那種外感的疾病啊 就是受風啊受了鼠熱啊 受了濕氣啊 它是非常的適合就是用刮沙的方法 刮沙呢就是我們可以就是說用這個刮沙板啊 像這個專用的這個刮沙板啊 那我們也可以就是說 你也可以有勺子啊 或者是就是這種都可以的啊 就是你可以用這些來刮 其實刮的都是那個肌肉豐厚的地方啊 就是說你看像太陽穴啊 你就可以這樣子這樣子刮啊 就這樣子刮 這樣子朝這個方向刮 然後呢你看緊緻疼痛呢 我們在後面啊 就是這個都是在肌肉豐厚的地方 你就是這樣從上往下這樣子這樣子刮啊 然後我們還可以就是說這個肩膀啊 這個也是肌肉豐厚的地方都可以這樣子刮啊 胳膊子一路都可以刮下來啊 我們要刮到哪個程度呢 刮到這個我們的皮膚發紅 有些紅點點這就是沙這就叫出沙 為什麼叫刮沙呢 就是要出沙它才會有效果 就是我們那種含氣濕氣啊這種毒氣 它就從這個這個你擴張的毛細血管嘛 它就變紅了它就會出來 但是呢也不要刮得太厲害 因為刮太厲害 你有可能會就是說刮傷皮膚啊 就刮紅啊刮到出沙有些紅點點就可以了 也可以抹一點油啊 抹一點按摩乳之後再來刮 這樣的話對皮膚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那如果說沙蓉大夫不信喔 一定我們會對到風口 或者我們一定會吹到風的話 這個時候應該要怎麼辦呢 如果我們就是說有時候真的是沒有辦法避免嘛 有時候就是其實我們是知道的 我們可能知道我們就是 坐的那個地方就會有風的 而且我們必須要坐在那個地方 因為工作的原因整種原因 那我們可以提前在嘴巴裡含一塊這個生薑 就像許下課一樣的嘛 就可以提前可以預防 再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臉啊手啊都搓熱 把身體搓熱啊 就是說做一個熱身運動的再往那個地方去 或者是多穿一些衣服 那如果說我們就是這些東西都沒有去準備的話 我們就坐在那裡已經都是被風給吹了 那就是只好回家呀 喝點這個生薑茶呀 蔥白茶呀 或者是做一些刮沙呀等等 如果是真的是要有嚴重的一些症狀 我們就是說沒有辦法緩解的時候 真的是要上醫院的 因為有時候這個病會很嚴重的 那如果我們夏天在冷氣房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的健康事項呢 在冷氣房 對 因為在冷氣房一個呢 比如說你在家裡啊 在家裡就是說 你說我不要開冷氣 那家裡人要開 或者天氣實在太熱嘛 那家裡比較好控制一點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溫度呢 調在一個我們身體比較好的那個溫度範圍之內 比如說在22度到25度啊 之間呢你可以調整 這樣比較濕度比較大的地方呢 那你就會感到熱一些 你可以溫度稍微低一點點 那如果是就比較乾燥的地方呢 你會感覺到涼快一些 溫度可以那個稍微調高一點 你會覺得也很舒服 另外呢就是說那個門啊窗啊 都不要關得太緊了啊 就是讓那個自然的這個空氣啊 可以流動一點進來 再跟你自己呢 就是說那個經常的出去一下啊 就是一兩個小時出去一下 享受一下陽光啊 讓身體出點汗 呼吸一點新鮮空氣 這樣的話對你的身體會更好一些 那如果是在工作單位呢 那你有時候真的是就比較麻煩嘛 那比如說你是開餐館的 就是你必須要往那個冷氣房裡去 跑去拿東西啊 那你就是你也知道你要去那個環境 你就做一點熱身運動啊 然後你要多加衣服啊 再一個就是說盡量在冷氣房裡 不要待太久動作太慢要快一點 甚至你可以含一點生薑在嘴巴裡 就也非常的好啊 那這樣的話你身體就可以自動的發熱嘛 就把寒氣濕氣啊 這個東西都給排出來了 這樣就可以防止你身體得病 非常感謝榮大夫 我們的夏天到底要怎麼可以來吹冷氣 或不受這個冷氣病的傷害 然後或者怎麼緩解 非常感謝榮大夫 我們帶來這麼詳細的解析 謝謝 謝謝舅舅 謝謝觀眾朋友 其實大家在夏天可以我們有個建議做法 你可以關上臥室門 開空調把房間稍微吹涼一點 再調整到睡覺的這個舒眠模式 維持基本的溫度跟乾爽 不過呢要開空調睡覺 假設您是開空調睡覺一定要蓋上被子 才不會再半夜喔 這等於是手腳冰人啊抽筋啊 然後另外你如果沖完澡馬上睡覺 然後左邊的身體可以稍微 這個溫度稍微低一點可以加速入睡 好的希望今天的節目內容 可以幫助大家在夏季更好的養生又消暑 非常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losing